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們 紅片大江南北的西芒濾杯 那之前做了好幾集西芒濾杯的沖法 非常多的粉絲們都告訴我們說 哇 原來西芒濾杯可以做到這麼好喝喔 但是學長就是沒有講過冰咖啡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當然也要為大家示範一下 西芒濾杯怎麼做出好喝的冰咖啡喔 那如果呢 你還沒有看過學長的其他濾杯的冰咖啡 譬如說潑左鍵燒 譬如說B60的冰沖咖啡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左上角 那我們會把連結刮上面對不對 那你們就可以看一下齁 每一種沖法呢 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呢 但是 學長可以告訴你們這些沖法都很好喝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 來聊一下西芒咖啡的冰咖啡的做法齁 西芒咖啡跟B60呢 它的系統上面是類似的齁 但是他們有一些技巧上面 如果你完完全全用B60的沖法來沖的話呢 西芒的口感喝起來會稍微比較單薄一點點齁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小調整 但是呢 觀念上面呢 是有點類似的 就是我們用多次斷水的方式 但是呢 因為多次斷水的 每一次的總給水量跟V60是不一樣的齁 這樣我們才能夠做出比較精緻的前面的果酸的部分 又不會顯得太單薄 西芒真的是一個流速相當快的濾杯齁 所以呢 我們要做小調整齁 那各位在做冰咖啡的時候 當然 哈利歐B60冰沖咖啡的那一個套路呢 是可以在各種濾杯上面做一個基礎版本的 但是不要忘記齁 你在沖的過程中也要觀察一下 我的給水以及它的流速 是否是你的目標 不然的話 你不能一套打天下啦齁 不同的濾杯流速還是會有不同 首先第一段呢 我們先研磨咖啡豆 那我們的豆量呢 也跟大家平常是一樣的 用20克的咖啡豆 那冰咖啡呢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冰咖啡一定要用 中焙以上 甚至深焙才有味道 其實這個觀念本身是有點問題的 因為其實 中焙跟淺焙的豆子呢 他們不會比較沒有滋味 不會的齁 那也不會因為淺焙的豆子 就不太適合龍水 沒有這個問題 主要還是你的萃取的能力 有沒有把它做足齁齁 就跟熱的淺焙咖啡一樣 你喝起來會覺得各風味道很豐裕 只是說它不會像中深焙有那麼多的body感 所以呢 在冰咖啡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你沖個冰咖啡 發覺沒有什麼body 或冰咖啡喝起來呢 沒汁沒味 相信學長 不是烘焙度的問題 而是你的沖煮技術 或是觀念有問題 所以不要怪大家烘焙度上 那小富士呢 我平常磨4.5到4 那如果用冰咖啡的話呢 可以用4或3.5 稍微細一點點齁 不要過細 去讓你強調很多次 過細則會讓你的咖啡層次感很差齁 研磨完畢以後呢 冰塊用100到120克 大約佔你的整體的劑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我們的冰蔥咖啡呢 原則上 用三分之一的冰塊就可以讓你的所有的熱咖啡變成冰冰的了齁 所以你也不用過分多 不用到一半了齁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學長的冰塊比較小顆齁 所以我用120左右 西芒濾杯 濾紙 然後水溫用90度 跟平常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知道我們這個冰蔥咖啡 其實大部分的參數呢 跟我們平常所沖熱咖啡沒有差很多齁 只是觀念上的一點點調整 不是說要大家整套重來 整套重來呢 通常你沒辦法保證有類似的風味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我們是根據熱咖啡的基礎做調整 歸零 好 準備開始沖煮 那我們會分好幾次斷水齁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我們先來做悶蒸 好 開始 悶蒸一樣悶4CC 中間給下去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三十七點 三十八點一 可以齁 適時上下 多一點點少一點都沒有關係 然後能悶蒸時間不要忘記喔 冰咖啡學長的悶蒸時間 大部分都是一分鐘 有人問為什麼 是因為悶蒸這件事情本身 它雖然是讓我的咖啡粉 藉由水的方式 它排列的更緊密一點 後半段的萃取的濃度會比較高 但同時間它也是在第一時間 讓咖啡粉裡面的香氣跟酸質 會被大量釋放的過程 所以我們把悶蒸時間拉長的目的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香氣跟酸質 再用比較少的劑量 就可以溶解出來 所以這也是為了冰咖啡 它的給水比例只有三分之二 而做的一種手段 那不做可不可以也可以 但是香氣可能會有一點點不足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悶蒸時間 拉長一點點 OK 然後第二段開始 我們要給30cc 中心點30cc 好不好 然後水不要太小 中水 給下去的時候 注意 中間的泡泡要盡量把它挖出來 好 30cc OK 好 30cc 然後等水 流完 聽到水聲了嗎 如果你正常給水的水量夠大的話 給30cc就會有顯著的水聲 那代表說你的水道被你打通了 好 水快流完的時候 定型第二次30cc 是在正中間的位置 不要繞 不要往外繞 好 第二段 正中間 直到正中間 水聲很大聲 好 98 差2cc 可以聽到我每一次給水 我的水道都會被我打通 這個情況之下呢 粉跟水接觸的時間 就不會太長 就可以做出比較清甜的酸質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好 第二段流完 第三段 還是30cc 但是第三段呢 我們要往外圍一點走 中間給一點 往外圍一點走 可以看到嗎 我往外圍一點走的情況之下 我的水呢 就會明顯 不會像剛剛流的那麼快 就可以調整 粉跟水接觸的時間 這一段呢 粉水接觸之間就會拉得比較長 就可以從酸質萃取到甜感 就可以讓你做出酸甜 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然後第四段 一樣的位置 一樣 繞中圈 繞30cc 一樣是30cc 然後可以看到 第四次注水 我們一樣會一點點 類似像小醃水的狀態 這個就是我要的 不然的話 你從頭到尾 如果都是用小水灌中間的話呢 你就只有酸質 沒有足量的甜感 也沒有足量的層次感 這樣喝起來呢 就會很單飽不好喝 OK 最後一段了 最後一段我們要給40cc 這一段呢 特別要注意 我們要給外圈 而且要極盡可能的溫柔給水 好這樣齁 給外圈 輕輕的把水鋪在我的粉上 輕輕的就好 不要太多的 OK 40cc 不要太劇烈 那你就會發覺說 我的水好像可以停留在我的濾杯裡面的時間比較長 那就是我大的目的 因為這樣一段呢 最後只有40cc 但這40cc呢 可以有效的 把咖啡裡面的口感的部分萃取出來 那融到你的冰水裡面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欸我的機器是冰咖啡 我還是可以有足量的口感 喝起來不會單飽單飽的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幾個步驟 每一個都很重要 每一個都要準一點點 越準 你的層次感越好 你喝起來就會越好喝喔 所以呢 冰咖啡就是這樣 雖然時間很短 C數只有200cc 但是呢每一段都很重要 充分的讓我的冰塊融解到水裡面 一定要夠冰 冰咖啡如果不夠冰的話呢 其實不好喝 所以一定要有足夠的冰度 如果只是做得溫溫的 為了濃度做得溫溫的 那你乾脆喝這個咖啡好了 冰咖啡就是要有冰度 喝起來呢舒服 過癮 OK 好 好 我們來喝喝看 不淡不清淡 而且非常的濃郁 因為今天我們用 我們用今天做的是日曬豆 古籍的日曬古籍 所以喝起來的發酵味 濃度 還有強度都很夠 然後明顯的酸質 但酸質不會只有酸質 後面跟著甜度 最後勾一點點Body回來 就覺得說 哇這個冰咖啡 整體喝起來的豐育度 一點都不輸熱咖啡 那你就成功了 OK 那甚至我都覺得說 我還可以再加 兩顆冰塊 讓它再更冰一點點 讓它再口感更清爽一點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去看你個人來做調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剛剛加120CC的冰塊 然後呢 最後我還是再加可能10CC 20CC的冰塊 我的濃度還是夠的情況之下 不用擔心你的冰咖啡會喝起來很淡薄 而是要注意的是 你的給水 還有你的技巧 能不能讓你的冰咖啡的味道 都能夠徹底萃出來 並且還要維持你的層次感 這樣的話 你的冰咖啡一定會好喝的喔 OK 那我們今天 新芒濾杯冰咖啡的充足教學 就到此為止 任何問題 或是各位想要學什麼器材 想學什麼樣的東西 或是譬如說 新芒咖啡我能不能做奶咖 新芒咖啡我能不能做集氣研磨 或是其他的器材 能不能搭配什麼來做 或是做什麼特殊的效果 大家如果有任何需求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來參考 為大家製作專屬於你的新影片喔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 因為anda 民節目 開售 開花 畫長 開除 好 不是 Ser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